每日模組合成器第170天 今天上傳我昨天去的一個小活動的影片 這個活動叫Modular Wednesday 就是每個月會有一個應該是最後一個週三 舉辦在澀谷Auto酒吧的一個算是幾乎只有Modular的人才會去的一個小活動 那這次是第二次來參加這個活動 其實不算參加啦就是去看去玩而已 在這邊可以直接很快認識到很多平常在那個推特上面 看那些看大家發文的本人 比較像是一個東京的Modular圈的網友見面會 大概都是通年紀的使用者這樣 那今天是比較特別的就是 你只要有帶機器來就可以跟大家一起玩的活動 那所以整個晚上看到很多小系統 因為要塞在一個大桌子上 所以大家都會帶比較小的系統來 然後跟平常不一樣的內容 東京在跟兩年前三年前相比 其實Modular成長非常非常快 所以在2018、2019年的時候 大概一個月會有兩三場Modular活動 就算多了 可是現在其實幾乎 不是幾乎 現在就是每個禮拜都有Modular活動 那蠻長一個禮拜會有兩次的 所以一個月會有 所以這樣算是四到八次的Modular活動 算是使用者增長得非常非常的快 就蠻特別的 昨天下午也跟在Clockface聊到這件事情 對 那 所以對於這個玩 台灣的玩模組合成器的朋友來說 東京應該是一個蠻值得來的一個地方 來可能一週兩週 大概都會看到非常非常多Modular活動 是一個養分充足的地方 對於Modular活動來說 那當然我相信柏林也有 可是 因為我在柏林的認識的人還沒有這麼多 所以 就 那時候今年 五月在柏林的時候 就比較沒有參加到這麼多的活動 所以可以等 可能明天會去歐洲再來看看 這樣子 好 那這個影片我錄了四分鐘吧 我記得 所以 大概差不多 對 大概就介紹一下 一些小活動 那 沒那麼多人生氣 我們明天見 掰掰 沒有那麼多人的 三個月 來 我們 看來 坐